第七火灾揭示了一宗双重谋杀案 警方在案发现场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调查工作十分艰难 就在警方经历千辛万苦 终于锁定了一个嫌疑人时 案件不仅没有因此取得突破 反而成为了新的开始 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 比林斯谋杀案 比林斯位于门大拿州东南部 黄石河的上游 是黄石县的县制所在地 总人口约十万人左右 这个数字听起来不算庞大 但事实上 比林斯是门大拿州最大的城市 也是方圆八百公里内最大的城市 比林斯不仅拥有现代化的便利设施 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 那里的索资悬崖公园 骷髅牙 雷德洛奇 以及世界文明的黄石国家公园 都是令人神往的旅游景点 在经济方面 比林斯以农牧业为支柱 主要作物包括燕麦 大麦和甜菜等 尽管当地居民的平均收入并不算高 但这里田径祥和 生活节奏缓慢且舒适 2006年9月22日凌晨6点左右 比林斯消防局接到一通火警电话 拥有33年丰富经验的资深消防员 吉恩斯皮德在接到任务后 毫不迟疑地带领他的小队 迅速赶往28街的失火地点 那是一栋有些年头的普通住宅 当吉恩和他的队员们抵达时 火势尚未完全蔓延 尚处于可控制的状态 经过消防员们的有效配合 与迅速行动 火灾很快被扑灭 然而在施救的过程中 吉恩敏锐地闻到了 尤其西世纪的气味 凭借多年的经验 他意识到这场火灾 可能并非单纯的意外 与财产损失相比 吉恩更关注的是 这栋房子里是否有人员伤亡 带着这份担忧 吉恩小心翼翼地进入了房子内部 屋内弥漫着浓厚的烟雾 使人难以看清前方 当他来到卧室时 吉恩最不愿看到的惨剧 还是发生了 一张被火烧的露出弹簧的床上 躺着一名严重烧伤的男性 他的双手被胶带和电线牢牢捆住 头部被一个烧焦了一半的枕头覆盖 尽管枕头已被火焰侵蚀 但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 上面残留的血迹 男子的头部有明显的外伤 在距离床不远的地面上 吉恩还发现了一名中年女子 她同样被捆绑着 嘴里还被塞进了一块蓝色的毛巾 吉恩上前查看后确认 两人均已失去生命体征 很显然他们并不是死于这场火灾 空气中尤其西世纪的气味 皆是了凶手有意纵火 掩盖罪行的残酷事实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火灾 而是一桩双重谋杀案 显然这超出了吉恩的工作范围 因此他果断决定 在更多证据消失之前 联系比林斯警局 警员布莱克查理在街道通知后 迅速赶往了案发现场 当他到达时 火灾现场的烟雾已逐渐消散 房子里到处都是被烧焦的残骸 满地的杂物显得格外凌乱 储物柜有多个抽屉被打开 仿佛有人在翻找着什么 整个房子看上去像是被人洗劫过一样 布莱克认为凶手或许在寻找什么东西 根据两名受害者的状况 布莱克与吉恩的看法一致 这场大火并非意外 而是凶手为了掩盖谋杀的痕迹 而故意纵火 然而 房子的房门和窗户 都没有被强行迫害的痕迹 这说明凶手可能是受害者认识的人 通过查询房屋登记信息 警方很快确认了两名受害者的身份 69岁的诺曼·莱顿 和54岁的帕蒂·哈伯特 此外 警方还了解到 帕蒂的妹妹贝斯·麦考伊 也住在28街附近 为了获得更多线索 布莱克在其他警员 勘察现场的同时 找到了贝斯 并对他进行了询问 贝斯在得知这一悲剧时 感到难以置信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像侦探剧一样的剧情 竟会真实地发生在 他自己的亲人身上 他强忍着悲痛 向布莱克详细描述了 他所知道的一切 帕蒂·哈伯特 1952年1月12日 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莫里迪恩 他在门大拿州的比优特长大 1980年 他和妹妹贝斯一起来到比林斯居住 帕蒂从小患有癫痫病 因此他从未考取驾照 也没有结过婚 平日里他的主要出行方式 是乘坐公交车和出租车 1996年 帕蒂在一次乘坐出租车时 认识了比他年长15岁的司机 诺曼·莱顿 一路上两人聊得很投缘 诺曼同样是孤身一人 两颗孤独的心很快走到了一起 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结婚 但他们感情深厚 关系甚至比很多夫妻还要融洽 然而诺曼在退休后不久 便中风了 必须依靠轮椅才能行动 因此 两人生活中的大小事物 都由帕蒂一人来完成 他每天都会步行几个街区 去洗衣店洗衣服 然后去超市采购生活必需品 除此以外 帕蒂很少与他人接触 从贝斯的描述中 可以看出帕蒂和诺曼的生活 非常简单平静 当布莱克询问贝斯 是否能想起 谁有可能对帕蒂和诺曼 怀有敌意时 贝斯显得很困惑 他坚信姐姐和诺曼 从未与他人有过任何冲突 甚至连口角都不曾发生过 在询问过程中 贝斯提到 诺曼拥有一支 用于防身的 史密斯·威尔森 点44口径的手枪 此外 诺曼不太相信银行 所以他习惯将现金 存放在家里的一个储钱惯理 询问结束后 布莱克回到了案发现场 现场的勘察工作仍在继续 然而 由于火灾导致的破坏 现场的取证工作难度极大 不过警方还是收集到了一些 与凶手有关的证物 其中包括用于捆绑 两名受害者的胶带 电话线 电线 以及被扭曲的一架铁丝 但警方并未找到 贝斯所提到的手枪和储钱罐 案发后的第二天 法医专家对帕蒂和诺曼的尸体 进行了司法尸检 诺曼的死因是头部遭到顿气击伤 而帕蒂的死因则为窒息 两人的死亡时间为火灾发生的前一天 这也就意味着 凶手是在杀害两名受害者后 搜刮现场并带走了他所认为有价值的财物 最后才纵火试图毁灭证据 值得庆幸的是 帕蒂口中的毛巾并未被烧毁 这或许能成为重要的线索 警方立即将这块毛巾 以及现场其他可能与凶手有关的物品 送往犯罪实验室做进一步检测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 犯罪实验室也未能从这些物品上 找到凶手的生物证据 但检测并非一无所获 他们在蓝色毛巾上 找到了一根褐色的狗毛 由于帕蒂和诺曼并没有养狗 因此警方认为这或许是凶手留下的 年轻的比林斯极少发生恶性案件 这起双重谋杀案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整个社区 比林斯警方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在案发后的两天里 调查工作毫无进展 警方甚至无法确定任何嫌疑人 面对重重困难 负责此案的布莱克 决定从凶手的作案动机入手 展开调查 通过对现场的勘察 布莱克认为 受害者消失的储钱罐 可能会成为解开作案动机的关键线索 于是他首先调查了 受害者诺曼的财务情况 银行记录显示 诺曼除了每月定期能领到社会保障金 还会收到退武军人的保险支票 帕蒂通常会去离家较近的一家银行兑现支票 他会将一部分钱存入银行 而剩余的大部分现金则会取出来存放在家中 这与贝斯的描述相符合 除去日常开支 两人在家中的储席罐里至少存放了数千美元的现金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诺曼和帕蒂在比林斯的28街社区已经居住了十多年 布莱克认为 他们的邻居或许会对两人的生活习惯有所了解 于是他决定挨家挨户地对附近的居民进行询问 很快这一策略便有了回报 住在诺曼家附近的一位女士海地·温特斯 向布莱克透露 他的男友杰拉德·莫里斯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杰拉德以修理自行车和打零工为生 海地最后一次见到杰拉德是在9月19日 也就是凶案发生的两天前 海地起初以为杰拉德只是外出工作 没想到他再也没有回来 当布莱克问海地是否认识诺曼和帕蒂时 海地回答当然认识 他还说杰拉德曾帮诺曼修过轮椅 杰拉德的失踪时间与凶案发生的时间非常接近 再加上他与受害者认识 这一切使得他成为了警方重点的怀疑对象 布莱克随后对杰拉德进行了背景调查 他发现杰拉德虽然没有暴力犯罪记录 但他在2001年因伪造支票曾被警方逮捕 布莱克立刻申请了搜查令 并对杰拉德的住所进行了搜查 在这一过程中 警方发现了大量工具、胶带和线材 这些物品都能用于作案 此外警方还找到了一些油漆西事剂 这进一步加深了警方的怀疑 现在找到杰拉德成为了警方的当务之急 接着布莱克联系了杰拉德的好友 他想知道杰拉德是否曾借宿或与他们有过联系 然而自9月19日之后 没有人再见过他 杰拉德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警方还动用了各种资源 包括查询公共交通记录 住宿记录 以及出入境记录 但依然没有找到杰拉德的下落 针对已经掌握的情况 除了推断杰拉德是凶手以外 布莱克实在想不出杰拉德突然消失的其他理由 所有人都相信 只要找到杰拉德 或许就能揭开案件的真相 然而为了避免调查陷入僵局 警方并未放弃其他方向的线索 几天后 另一名与杰拉德情况相似的嫌疑人 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此人名叫马龙·费兰德斯 他与女友一起居住在距离诺曼家不到100米的地方 虽然马龙有过轻微的犯罪记录 而且在案发后不久离开了比林斯 但他的女友向警方表示 案发当日 马龙一直在家 相比于寻找杰拉德的困难重重 警方追踪马龙的行踪要顺利得多 他离开比林斯后前往了路易三纳州 布莱克电话联系上了他 并希望他返回比林斯协助调查 如果他愿意配合 警方将会为他支付机票费用 两天后 马龙回到了比林斯 他告诉布莱克 他在离开比林斯时 并不知道附近发生了凶案 他去路州是为了买卖二手车 警方核实了马龙的旅游收据 他没有说谎 加之马龙女友提供的不在场证明 最终警方排除了他的嫌疑 此外警方还对社区内其他有过前科的人员进行了一一排查 但均没有新的进展 到目前为止 杰拉德依然是头号嫌疑人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之际 案件终于迎来了转机 10月4日下午 布莱克接到了黄石县警局警长 萨姆·伯夫托打来的电话 萨姆告诉布莱克 一名修路工人 在比林斯以南约11公里处的偏僻公路旁 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尸体位于距离公路约20米的草丛中 周围没有发现任何物品或可疑线索 萨姆之所以急切地联系布莱克 是因为从死者口袋中找到了一件重要物品 驾照 而这张驾照上的名字 正是比林斯警方一直在努力寻找的 杰拉德·莫里斯 布莱克听到这个名字后心中一沉 此前他一直认为 找到杰拉德就有望揭开案件的真相 甚至可能将凶手绳之以法 但如今杰拉德的确找到了 但找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案件非但没有因此得以突破 反而成为了新的开始 杰拉德的死因为背部和肩部的枪伤 死亡时间超过十天 从伤口取出的是点四四的大口径子弹 这与诺曼消失的点四四口径手枪相一致 显然 杰拉德的遇害很可能与诺曼和帕蒂的遇害有关联 杰拉德的妹妹罗宾哈特菲尔德 在得知哥哥的死讯后非常伤心 自从杰拉德成为双重谋杀案的嫌疑人后 罗宾就一直不相信哥哥会是杀人凶手 但他更没有想到哥哥会成为另一起凶案的受害者 这一年比林斯的冬天格外寒冷 两起悬而未决的谋杀案 令比林斯的居民感到不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尽管警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但调查工作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2007年3月 也就是两起凶案发生大约半年后 比林斯警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一名女子在停车场遭到袭击 而这个停车场距离诺曼的公寓只有半个街区 被袭击的女子名叫珍妮巴洛 她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 在医院里 珍妮接受了布莱克的询问 她说她在银行取了一些现金后 回到她停车场的车辆旁 正当她准备打开车门时 一个门面男子拿着利器从她身后袭击了她 她的手臂被割了一个深深的伤口 值得庆幸的是 当时在不远处有两名工人在屋顶施工 他们看到停车场发生的情况后大声喊叫 蒙面男子这才夺了珍妮的皮包后逃跑了 接着布莱克对两名目击者进行了询问 由于袭击者蒙着面 他们无法看清那人的长相 但他们清楚地看到袭击者向附近的酒吧逃跑 于是警方对目击者描述的酒吧进行了调查 并在酒吧的男士洗手间里找到了一个女士的单肩包 这正是珍妮被抢夺的那个皮包 因为包里有珍妮的身份证件 此外警方还在包里找到了一把刀 用连袜裤制成的头套 手套等作案工具 很显然这是袭击者在慌不择路时留下的 布莱克立刻将这些物品送往犯罪实验室进行检测 因为头套上很有可能留有袭击者的DNA 在等待检测结果期间 布莱克再次梳理了案情 他留意到事发的停车场 酒吧以及诺曼的公寓 这三者之间的距离非常近 而且珍妮取款的银行 正是以前帕蒂经常去的银行 尽管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 能够证明抢劫案与两起凶案有关 但布莱克隐约感觉到 这几起案件存在某种潜在的关联 几天后犯罪实验室传来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他们在头套上提取到了一名男子的DNA 并在联邦基因库中成功匹配到了一名男子 44岁的理查德·科文顿 理查德曾因持谢抢劫一名女子 被判处十年监禁 布莱克注意到 由于理查德的家距离诺曼的家并不远 而且他有暴力前科 因此警方曾在案发后对他进行过调查 理查德当时告诉警方 火灾发生时他正在家中睡觉 是他11岁的儿子将他叫醒 并告诉他附近发生了命案 这可以看作他拥有不在场证明 因此警方并未将他列入嫌疑人名单 现在理查德因涉嫌抢劫罪 再次被警方逮捕 布莱克认为有必要对理查德 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分别进行询问 在这一过程中 理查德坦白了他抢劫珍妮的行为 然而当他得知警方要对他的妻儿 进行单独询问时 理查德变得极为抗拒 按理说既然他已经承认了罪行 面对警方的调查应该没有理由反应 如此强烈 尽管警方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将理查德与两起凶案联系起来 但他异常的情绪变化 加深了警方对他的怀疑 当然怀疑在法庭上起不了任何作用 现在警方需要的是确凿的证据 布莱克带着搜查令来到理查德的家 在搜查过程中警方找到了三本理查德儿子的日记本 其中有一页火页上写着爸爸的作战计划 而在2006年9月22日的记录中 清晰地写着爸爸偷了很多钱 此外布莱克还看到理查德家里有一条宠物犬 这让他想起在帕蒂嘴里蓝色的毛巾上 曾找到过一根褐色的狗毛 而那条宠物犬的毛色也是褐色的 于是布莱克将当时的狗毛样本和宠物犬的毛 一起送往专门研究动物DNA的实验室进行比对 三个月后比对结果出来了 这一次的结果没有让布莱克失望 宠物犬的DNA与毛巾上的狗毛相一致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警方终于将理查德与半年前的凶案联系起来 对于帕蒂的妹妹贝斯来说 就像是看到了黑暗隧道尽头的光 不过对于杰拉德案 警方还是有一些疑惑 那就是杰拉德的尸体是在比林斯城外 11公里处被发现的 然而理查德并没有车 那他是如何将尸体运到那里的 于是警方查看了理查德 在2006年9月下旬的通话记录 其中有一个号码出现了好几次 这个号码属于一个叫鲍博·康格的人 他居住在距离比林斯 约400公里的一个农场里 布莱克很快便找到了这个鲍博 鲍博回忆说 他确实在9月18日将车借给了理查德 而且理查德支付了高于正常租车价格的费用 鲍博需要这笔钱 因此他没有过问理查德借车的用途 警方立刻对鲍博的车辆进行了搜索 车辆座位的材质是一种灰色的织物 由于车辆非常老旧 相同织物的座椅并不常见 而警方在杰拉德的长裤上曾提取到某种灰色纤维 这与座位上的织物纤维相匹配 这说明杰拉德曾坐过鲍博的车 这是一块重要的拼图 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 通过已掌握的证据链 警方推测理查德注意到帕蒂每月都会去银行取款 并且了解到诺曼习惯将现金存放在家中 为了得到这些钱 他制定了一个计划 但在实施过程中 被诺曼的邻居杰拉德看到 因此他杀害了杰拉德 尽管理查德从未承认与两起凶案有任何关联 但地区检察官罗德索萨认为 现有的间接证据已经足够能证明 理查德就是罪魁祸首 2010年2月 理查德·科文顿在黄石县法院接受审判 控方提供了包括日记本在内的多项证物 在庭审中 辩方律师指出 搜查令宣示书缺乏足够的信息 来证明警员有理由查看活页和日记本 执法部门所声明的 有时嫌疑人会自己记下日记 账簿和其他犯罪活动 只是一种推论 不能证明被告与凶案有关 经过四个月的庭审 陪审团最终裁定 理查德·科文顿 犯有包括谋杀 抢劫 纵火 和盗窃等多项罪名 2010年6月4日 10年47岁的理查德 被判处五次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这些刑期将与他在2007年 因抢劫罪被判处的40年监禁 连续执行 目前 理查德仍被关押在门大拿州 谢尔比监狱服刑